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那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就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接着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 那耶稣的横切祷告 为门徒树立了最佳典范 门徒也见贤私奇 以致恳求耶稣指点迷津 另外圣经对于施敬约翰 教导门徒祷告琢磨不多了 那从这个仅有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知道 约翰也注重祷告 路加和马太 既在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地点 还有场合是不一样的 前者发生在犹太地 是门徒私下问耶稣如何祷告 那后者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地 是耶稣登山保训中的一段公开教导了 那从这个两处经文的上下文可以得知 耶稣的登山保训是警告门徒 误作空洞无一一的祷告 那么在犹太地的教导 耶稣则强调门徒要坚持不懈的祷告 然而两处教导 他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以及马太福音第六章 教导门徒的祷告 一般人称之为主导门 其实不然 真正的主导门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理由如下 耶稣从未与他人一起尊称神为我们的父 相反地 他一向是以你的父 我的父做区别 而且耶稣终其一生 皆过着圣洁无罪的生活 所以他不需要祈求免我们的债 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 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节 耶稣也没有要门徒要附送这个祷告内容 因为他说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其实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 你们祷告要像这样 所以耶稣这一段的教导 可称之为门徒的祷告范本 首先我们来看 为神国的事祷告 那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二节 以及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第十节 首先第一句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祷告是始于神的子女对神的信心 西伯来书作者就说了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而且信他赏识那寻求他的人 西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 假如我们信心十足地求我们天上的父 那心中所有的忧虑、疑惑以及不信 就会立刻的烟消云散 因为主承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西伯来书的十三章第五节 属灵的家庭系由神来扮演父亲的角色 那信徒则扮演儿女的角色 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根据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 因此需要以敬虔的态度 来到神的宝座前祈求 那这一层父与儿女之间的属灵关系 是由耶稣启示出来的 他就说了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第九节 保罗也说明了神的儿女与父神之间的关系 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四到十七节 他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好 接下来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那神的名呢 揭示了神独一无二 大有尊荣 圣而可谓的特性 神的名也就是耶和华 代表他是自有永有的 是习在 金在 永在的神 那当神差遣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摩西就对神说了 若以色列人问我神叫什么名字 我该如何回答 神就向摩西正式介绍他的名 我是自有永有的 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 这是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跟十五节 圣经强调遵从神的名之重要性 诗篇的一百一十一篇的第九节就说了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的名甚而可谓 那保罗也说了 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一节 凡富恶做奴仆的 应当看自己的主人 是配受十分敬重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这是新日本的翻译 神的名甚而可谓 配受尊重 我们就不能网成神的名 使其成为不假思索的口头禅 那愿我们人人都能够 尊神的名为圣 好 接下来 愿你的国降临 旧约预言天上必兴起 一个永不败坏的国 那根据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四节 耶稣在世的时候 神的国尚未降临 因此耶稣就教导门徒 要为神国降临祷告 但是新约的圣经已经清楚地教导我们 神的国于主后三十三年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 就已经建立了 那有关神国降临的详细解说 各位请参考耶稣的故事第六课的内容 我们从其他的新约的书卷里 也可以得知神的国在第一世纪已经来临了 好 我们来看几个经节 约翰听到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祂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这是根据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 然后约翰他也清楚指出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力一同有份 启示录的一章第九节 那神的国又称之为爱子的国度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不能震动的国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基督和神的国 以福所书五章第五节 神国路加福音七章二十八节 或天国 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 那他这个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是由一群由水跟圣灵重生的人所组成的 根据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 虽然我们不需要再为神国的降临祷告 但是我们可以为国度里的国民祷告 如同保罗为哥罗西的圣徒祷告祈求 他说了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地多知道神 哥罗西斯的一章九到第十节 他也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 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竿第三节 这里说 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接下来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那耶稣不仅如此小于门徒 而且他以身作则 那耶稣来到世上 要执行他的任务时 他就说了 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他后来又说了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猜我来者的意思行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他起初来到诗境约翰面前 要接受洗礼 乃是根据父神的旨意 要尽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那耶稣从受洗 一直到被钉十字架 始终就遵行天父的旨意 当他即将面对 十字架的羞辱跟痛苦时 他恳求父神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个杯撤去 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十六节 然后他又说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义指成全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二节 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根据西伯来书作者 提到耶稣在世的任务 他就说了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 他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西伯来书的十章第九节 那在先的旧约 是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 那在后的新约 则是神借由基督的宝血 与现今世人所立的盟约 西伯来书十章第十节就说了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了 天上的旨意 也透过耶稣基督的 启示给信徒了 那么他期盼门徒要做 世上的光还有盐 并且要将福音传扬天下 根据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十九到二十节 这些吩咐足以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竭力地向父神 祈求能力以及智慧 以遵行他的旨意 那门徒祷告范本的前三项 分别为表现对神敬畏的态度 为神国的事工 以及为成就神的旨意祷告 那接下来的三项 分别为为个人的饮食 以及个人的罪的饶恕 以及属灵的福祉祷告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为个人需求的祷告 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 还有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首先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那今日一辞 要追溯到出埃及记 那么当神在旷野 赐马那给以色列的人的时候 祂吩咐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第四节 若他们以信心来遵守神的诫命 神就会源源不断地供应他们每天的食物 但是 有些人却忽视神的诫命 自行把一些马那留到一日清晨 以至马那长虫变臭 耶稣教导门徒只求今日的饮食 那仰望神不予匮乏地供应每个今日 以便能够专心一致地侍奉神 对于祈求神赐予日用的饮食 耶稣提到了不应该为此忧虑 他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 曾经说过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神尚且供应天上的飞鸟 装饰野地的百合花 那人比飞鸟跟百合花更宝贵了 神岂不更加眷顾人的需求呢 保罗也呼应了耶稣的劝勉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六节 这里说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因为第十九节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 接下来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此处的债 也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 就是指罪而言 根据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根据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第十节 罪在蒙赦免 乃是我们属灵上的重要需求 更要依靠神的怜悯 还有慈爱 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那大卫在犯了奸淫之后 他深感懊悔 于是祈求 记载在诗篇的五十一篇一到二节 他说 神啊 求你爱你的慈爱连续我 爱你的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尽尽 并解除我的罪 然而 蒙神饶恕的首要条件是 悔改 悔改并非是懊悔犯罪事实遭到曝光 而是打从心底地向神真诚地痛悔 大卫就如此表达了 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那神是否饶恕我们的罪债 与我们是否乐意饶恕他人的过犯 息息相关 耶稣就说了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然而耶稣也教导在饶恕之前 要先劝对方悔改 他就说了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 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 保罗也说了 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因此我们的饶恕 乃是基于神的饶恕方式 那么当神饶恕我们时 他涂抹了我们的罪 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签 那那些赦免的罪神就不再起诉了 人也必须效法神的饶恕方式 当对方悔改之后 我们必须既往不救 好 接下来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耶利米曾说了 耶和娃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耶利米书的十章二十三节 神的话语贯穿古今 指引世人永生的道路 那不论是在耶利米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或是在今天 仍然是永垂不朽的真理 那么我们从上下文来看 这个试探是指罪的试探 神也许会试炼或试验人 但他从不会试探人行恶 这是根据雅各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八节 神试验亚伯拉罕 要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祭给神 根据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一到二节 还有西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那当神要试炼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欣然接受 因为神这么做 是为了要使我们更完备 雅各书的一章二到四节 然而 在人生的试探当中 撒旦会与人性的弱点 那记得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 也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骄傲 来引诱人犯罪 但是当我们如此祷告时 神应许 祂会救我们脱离试探的网罗 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 格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 从旷野一直到十字架 撒旦曾不断地试探耶稣犯罪 以阻扰神的救赎计划 同样的 祂也会不断地试探圣徒 引诱我们违反神的旨意 预约神的律法 以打击神救赎的目的 遭遇试探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因应呢 耶稣的宗告是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让我们以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 来彼此勉励 这边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下一段我们要来谈谈 弃而不舍地祷告 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五节 一直到十三节 还有马太福音的七章七到十一节 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之后 接下来祂以半夜殷勤求饼的比喻 来阐述有效的祷告 应该要具备三项要素 要谦卑 要有热忱 还有耐心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五到八节 这个比喻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人接待了一个半夜到访的朋友 那因为他没有食物来招待这个朋友 只好寻求邻居的协助 那么他要他的邻居借给他三个饼来应急 他的邻居解释说 他和小孩子都已经就寝了 那若半夜起来 找饼会惊动小孩 因此就拒绝借饼的要求 但这个邻居弃而不舍 更是情辞迫切地直求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八节 这个原希腊文的意义是有 厚着脸皮 坚定祈求的意思 他的邻居只好 勉为其难的起床 顺应他的要求 拿兵给他了 这个比喻反映出以下的真理 假如这个心不甘情不厌的邻居 都会屈服于坚持不懈的恳求 那何况我们这位慈爱的父 随时愿意施舍的神 岂不更回应人热切地祷告呢 那耶稣就继续以三个动词 祈求 寻找 叩门 强调这个要点 他说了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九节 还有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七节 接下来耶稣便解释说了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那这句话的希腊文动词是 现在是表示持续不断的动作 所以这句话可以解释说 因为凡不断祈求的就不断得着 不断寻找的就不断寻见 不断扣门的就不断给他开门 因此 有效的祷告需要具备有百折不饶的精神 耶稣接着对照世上的父爱 以及天父的爱 来阐述神对祷告的回应 儿女向父亲求饼 求鱼 求蛋等日常食物 那父亲不可能给儿女石头 蛇或蝎子 来欺骗或者是危害儿女 因此结论是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那与天父相比 世上的父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那位更好的天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这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的说法 那路加提到圣灵 相对于马太所说的好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 神的眷顾乃是透过圣灵 将美善的事物赐给祈求他的人 耶稣是一位卓越的人生导师 他言传身教 以身作者为门徒树立 常常祈求的榜样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些例子 首先在他受尽的时候他祷告 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是这样说的 众百姓都受了尽 耶稣也受了尽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好 还有在一日之死的时候祷告 根据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 这里说 翅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另外在一天结束时 他也祷告 记得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里说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另外 在做重大决定之前 他整夜祷告了 根据路加福音的六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里说 那时 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另外 在山上变形时 他祷告 根据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这里说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另外 耶稣在克西玛尼有三次的祷告 其中这一次他说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 圣经说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朱如大邪点 滴在地上 最后 在十字架上的胜利祷告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 耶稣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完了 之后他就断气了 我们的主 救主 终其一生 全心全意 仰赖父神 借由祷告 从神丰盛的泉源中 汲取磅礴的力量 克服邪恶的势力 一举完成救赎的使命 愿每个信徒都能够持之以恒 虚心学习耶稣的榜样 让和神心意的祷告 掌握我们人生的方向 愿我们欢喜 期待每一个祷告良辰 远离世俗的纷纷扰扰 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与神亲近 将一切挂虑交托给神 谢谢各位观赏这个视频 我们期待下一堂课 再与您见面 感谢观看